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能会使用一些口风琴去训练他的呼吸 通过吉他来训练他的音高感 节奏感 在说话的这个语音语调上面都有一些帮助 音乐治疗的整个范围它设计面比较广 一个是脑粗中后的后遗症 另外是一些特殊儿童 还有一些疏后的疼痛 以及我们的心肺方面的功能训练 还有一些情绪干预 比如说紧张焦虑 还有这种失眠的患者 所以我们之前可以调节 因为孩子他们根本就会接触不到这些乐器 也找不到这么专业的乐力老师 然后孩子在这边康复了有半年 明显的感受到就是孩子的语言比之前好一些 就是也更活泼了 出去跟其他的小朋友的交流也更多 孩子整体来说感受就是 孩子整个状态来说会比之前更好 通过这个开业至今呢 我们音乐治疗的一个发展来看 整个患者的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尤其对后面的期望的课程 有很大的一个兴趣 那么对于这里呢 我也希望更多的患者能够去了解音乐治疗 那么对用这种新的治疗方法呢 来提高自己的一些功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角君 杨茜茜茜